從我的雙手 穿到痊癒中 拉到直播活生上的夢 直到最後 我們的衝動沒有盡頭 有你的雙手 學步你擁有 因為就是平常在拍戲現場的時候 看到就像是阿邦啊 還有像是柏青啊 他們都會灌籃 然後我就想問問教練說 我還有沒有機會在殺心檢頭 可以拼一拼 我覺得 我覺得是有點癡人說夢 但是今天雲光教練就說 其實就是有機會可以做到 那我就想要拼拼看 一定是非常有希望 而且我看他非常努力 一定有機會 我覺得我現在壓力都來 因為我其實本來是想要私底下 默默地去完成這件事情 結果不曉得就是劇組整個就是 又發了跟拍這樣 這樣我覺得好像不成功變成人 你知道嗎 然後我本來想說偷偷來 結果阿邦今天剛好也在 因為被他堵到了 然後他可是他今天就是很 怎麼講 他犧牲了自己練球的時間 來幫助我完成一些測試 就要非常謝謝阿邦 因為就是希望我們是演一個 對於籃球有夢想的角色 那也不能夠真的就是對籃球太陌生 希望可以盡善盡美地去完成這部戲劇